歡迎收看板田戰法 這是一檔今天在大漲創新高的股票 這是一檔今天在大漲創新高的股票 我在禮拜四的時候跟你講 我也很誠實跟你講 獲利出場 我也很誠實跟你講獲利出場 那麼接下來我們要鎖定這檔股票 要鎖定這檔股票 底部起漲的股票 那原則上我講很清楚 要底部起漲開始鎖定準備佈局 那這檔股票呢 是所謂的物聯網大數據 雲端加1111的概念股 我講得非常清楚 各位這一路以來 我們每一檔每一檔股票 都是規規矩矩的跟你講 那這檔股票再度今天噴出大漲 我在上禮拜四曾經公開跟你講 今天再過高 今天再度噴出大漲過高 我從上禮拜四就一路的跟你講 我說為什麼在第一個階段 我要跟各位報告的是 十三五計畫的概念題材股 我說到了昨天我開始轉向 跟你講說光棍節1111 事實上我們在前一個階段 不管是大數據物聯網 電子商務雲端計算 我說過了 我跟你涵蓋的就是題材的股票 那這兩天我們開始要鎖定 肯定大數據物聯網 電子商務雲端設計算 再加1111的概念股 再加1111的概念股 那肯定所有的投資者 把握這個機會 來跟著我們的腳步提前布局 我已經把話講在前頭了 上個禮拜的時候 所有的航行都集中在 所謂的一個在這個階段當中 各位可以看到 所有的航行都集中在哪裡 在我所談的這個 比如說入13.5計畫 然後13.5概念股 然後13.5生態規劃的股票 或是五中全會降息 13.5的題材 有沒有13.5的聚焦 我每天都跟你講13.5的經濟 我在昨天開始我跟你講說 其實做股票 你一定要有法人的觀念 後面要講什麼題材 我們只是提前去卡位而已 各位這兩天這檔底部起漲的股票 肯請你來跟著我們做準備佈局的動作 它是有關1111關棍結 它是有關雲端大數據物聯網 這些相關的計算的股票 那我們希望各位把握這個機會 記不記得我跟你講說 這兩天台北股市會拉回 我為什麼講會拉回 我昨天跟你講說 為什麼這個地方會拉回 我講得很清楚喔 你看喔 我說 就技術民而言 大盤進入鈍化跟量價倍的階段 隨時有拉回修正的機會 目前不預設任何立場 才順勢操作 只要大盤未見量失控 及失敗訊號之前 這裡怎麼樣 以題材的股票進行操作 那目前的題材 我說過了有什麼 都講得很清楚喔 各位我講得很清楚喔 其實幾漲也可以不要追的 你看融資昨天一天增加13.8億 大盤今天就回檔 事實上從技術型態 早就跟你講這個盤它會回檔 只是你接不接受益 但是我說過喔 回檔你不要擔心喔 其實昨天我在這邊給大家看 我看這表格 我說你看喔 外資喔 連續八天喔 買進547 但是八大關股行庫喔 連續八天喔 都站在賣方 而且賣超有擴大喔 到了昨天還是繼續賣喔 兩個都變轉賣了喔 各位為什麼我們講說 這些東西這麼重要 事實上我們從過去 一檔一檔一檔股票來 我們都是規規矩矩的告訴你 怎麼樣去做好的股票 怎麼樣去做 那到底這個行情今天拉回 會不會溫水煮青蛙 或在這個階段拉回 到底要跌多少 你該如何的面對 我想在我們今天 10月28號技術研究報告當中 寫得很清楚 外資掌控的法人行情 要如何看待與面對 好 你要如何看待與面對 原則上就是 幾漲 你要站在獲利條件賣方 我一直跟各位講說 這個地方是調整的機會又來了 你可以選擇題材 你說好的股票去做佈局 那各位 為什麼禮拜四介紹股票 連續噴出大漲 今天再創新高 你自己平常心看 為什麼 其實都還是來自題材跟基本面 好 這個行情為什麼跌 跌完之後 機會在哪裡 昨天跌 今天又跌 兩天跌了一百多點 那到底要跌到哪裡 各位 我每一個階段都用 百年戰法的教材 親自告訴你 我一直跟各位講 你不只要學會吃魚 你還會要學會釣魚 吃魚是人的天生本性 釣魚是後續的功夫 基本功 我一直跟各位講 學習百年戰法的技術面 是最大的一個利器 台股 這是一個外資的法輪盤 為什麼會拉回 有三個原因 哪三個原因 第一個 量價背離 第二個 鈍化 第三個 MACD 負背離 這三個原因是台北股市拉回 什麼叫量價背離 來看這張表 我大概會介紹黃金分割率 那我今天晚上會上前線百分百 我會把未來的台北股市的走勢 很清楚跟大家介紹跟說明 那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想要知道未來台北股市怎麼走 歡迎今天晚上10點到12點 你可以看我上前線百分百 怎麼跟你講的 這些證據我都會拿給你看 來 第一個 台北股市這張拉回 其實我前兩天就告訴你說 這張又是鈍化 又是背離 然後又是負背離 又是鈍化 然後又價量背離 什麼叫價量背離 來 這一段時間 台北股市一路走高 但是各位量能一路萎縮 這就如同蓋房子一樣 你房子越蓋越高 鋼金越來越少 一定會垮下來 所以我這兩天跟你講說 大盤一定會拉回 就是這個原因 這第一個 量價背離 這個量價背離 這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 台北股市為什麼要拉回呢 好 他講的是鈍化 鈍化 那我們來看什麼叫做鈍化 你可以看到 在這一個階段當中 KD值它處於超買過熱區 始終都維持在超買過熱區 但是它的本質都是翻空的 它本質翻空的 所以這個地方怎麼樣 量價背離指數上漲 可是指標沒有過高 這個然後再高檔震盪 金金漲 這個叫做鈍化 這個叫鈍化 所以它指數空間不大 就是我在這邊講 不做拉回指數空間根本沒有 來第三個 復背離 好復背離 為什麼復背離 當你看到指數不斷的 在過高的時候 MACD柱狀體根本沒有過高 這個叫做復背離 那復背離所代表的意思就是 大盤短線高點不多 一定要做拉回修正的動作 那這是中線的格局 所以你看 這一波拉回的原因是 量價背離 鈍化跟復背離 那我為什麼說 這個地方多方式不變的 我說其實大漲 我說調整機會又來了 但是就怕溫水煮青蛙 每天給你慢慢跌 跌到最後跌三五百點 你一定受不了 但是在這個地方 它又沒有出現 那種訊號跟格局 這個地方又維持一個 多方不變的盤 為什麼 因為是法人盤 法人盤 什麼叫法人盤 意思就是說 是外資一直站在買方 那外資真的有站在買方嗎 外資它確實是站在買方 這個盤 只要外資在期限或同步做多 不鬆手 這盤就是大漲小回 但是你說回檔個一兩百點 兩三百點 那都很正常 因為這波漲了一千五百點 回檔個三百點都很正常 只是你會不會去做轉折 我一直跟各位講 從過去十六年來 非常清楚的告訴你 兩件事實證據 第一個 一定賠錢的人 他持股一定滿檔 持股一定一大堆 抱著一箱 基本面不顧 技術面不管 然後呢 就倒聽途說 看人家講什麼 就買什麼 一大堆股票 這種人一定賠錢 那第二種人是什麼人 一定賺錢的 他一定有個特色 持股一定是規規矩矩 嚴格控制擋住 在這邊做好規劃跟調整 這種人一定賺錢 所以我們看到過去這些經驗 告訴我們 這個階段 你一定要順次操作 那基本上我不鼓勵你追買 但是拉回來低一點的轉折 你要敢做多 為什麼 因為我剛剛講過了 這是一個法輪盤 只要外資在期貨 同步的持續做多 你真的不用擔心 但是會不會 油買轉賣翻空 那甚至再補跌呢 你就要特別的小心 因為最近事件很多 一下蘋果公布財報 一下南海這個地方 中國跟美國互槓 那個軍艦開公海的領域 大家不認同 這邊互槓 再來就是聯準會要調高 調升利息與否 這個所謂調升利息與否 又是一個變數 所以最近變數很多 但是我跟各位講 大方向趨勢 你一定要了解 好 因此在結論上 只要外資持續做多 操作的其類就是偏多操作 那短線急掌上工不追買 但是拉回逢低 還是要佈局 這東西就是一個客觀的 一個立場 跟專業的本事 各位我先講 台北股市到底是一個什麼行情 我先跟你講 這個叫做7203 7203 從所謂細微波裡面 我們知道說 在艾瑞特波上理論 多頭是五波上漲 空頭是三波下跌 那現在是進行什麼階段 來 這是7203 這是8488 這是8059 這是7203 這是8488 這是8059 也就是說 在所謂的7203 一直漲到8488 這個叫做A波 那8488跌回到 所謂的一個 8059 這是B波的修正波 然後呢 8059再漲到最高 8757 這是C波 未來拉回低波 一個它回測黃金分割率 這個位置 一個回測這個位置 然後再走多 最後的波段 一波的滿足點 它一定會落在 8900到9000 目前來講 黃金分割率 0.618的位置 在8939 所以這個大盤 到底要回測8600 還是回測8200 那你不要預設任何立場 它一定跟它未來的結構有關係 所以其實台北股市 每一次的低點 我就跟你講 第一點在哪裡 每一次的高檔 調整機會來 我就跟你講在哪裡 行情是什麼 我就跟你講 現階段是選股不選市 為什麼在這個地方 我跟各位報告很清楚 為什麼在這個地方 這檔股票今天再度創新高 噴出大漲 那我也誠實跟你講 我們獲利賣出 我誠實跟你講 我們準備要鎖定這檔股票 我講過很清楚 我沒有預設過任何立場 我只告訴你說 每一個階段 我們是怎麼做的 我想台北股市 接下來還是一樣 要從底部起漲的個股 來跟各位做一個 一一介紹動作 就像回顧上禮拜 第五檔的股票 正式推出的時候 記不記得 我當時跟你講說 舉這個例子 它是一個MACE 柱狀體 由負翻證的一個股票 那當時買進的證據在這 今天再度噴出大漲創新高 當時尾盤的時候 投資相關個股 漲了7.44% 然後呢 當時從這個地方 簡單的跟你做清楚的介紹跟說明 股價應聲連續大漲 好 接下來 這檔股票怎麼佈局 接下來這檔股票 為什麼未來要漲 那理由是什麼 我想下個階段 你有興趣的人 想要提前卡位的人 想要了解這種操作專業 專業觀念的人 你都可以隨時利用 今天節目上 廣告諮詢的專線 跟我現場聯絡 這兩天我已經講過了 我們從8059 一路上來做了五檔股票 到了這兩天 我說過了 大盤會拉回 那拉回開始 我們準備進第六檔股票 前面股票全部都獲利平昌 只剩一檔股票區間操作 那其他都平昌了 我們每一個階段 不會超過三檔股票 如果你認同我們的觀念 想跟我們一起來做 底部進場布局 利用這波拉回 趨勢仍然不變的情況之下 高 我們選擇獲利賣出 第一 我們選擇布局 有題材性的股票 有基本面 有營收的股票 認同我們觀念的人 想要換股操作的人 想要調整的人 節目中廣告自行專業 歡迎大家進來把握這個機會 十元關係 我們先進段廣告 好 下個階段回到現場 我們再聊 頭痛 請用五分珠 吹起疼 請用起疼無分珠 無分珠 無分珠 投資獲利雙指標 購得投資獲利雙指標 購得投顧 您信賴的好夥伴 我們的專業 幫您掌握市場脈動 我們的自信 幫您創造傲人績笑 購得投顧 用心照顧您的財富 期貨股票雙震照 旗鼓雙贏一把照 購得投顧就是 就是 Good 02 257角 1155 257角 1155 平常工作時 總是充斥著各種聲音 所以休假時 我喜歡感覺一切嘈雜 讓自己沉澱 享受著片刻的寧靜 Choose Your Own Life 鵝排氣密床 古船滴基金是零膽固醇的 營養健康好吸收 而且很好喝喔 沒罐古船 都有新婚禁耶 還通過這麼多項品質認證 像這隻夠工 會輸的經驗 是古船滴基金 讓我們都健康 華陀福元堂各大產品 全面優惠促效忠 來電洽詢資訊專線 0800-001-860-0800-220-369 歡迎再度回到板田炸法的現場 盤式的拉回 最怕是溫水煮青蛙 每天跌個四十多點 昨天跌個四十多點 今天跌個五六十點 後天再跌個三十十點 然後有一天突然中錯個一兩百點 那種盤是最麻煩的盤 但如果是快速回檔快速結束 那個是比較簡單 那大盤這個地方 為什麼要做一個拉回的動作 我講過了 第一個叫量價背離 有沒有 你看大盤在整個股價上漲過程當中 量一直萎縮 如同蓋房子 房子越蓋越高 鋼筋給它越來越少 這個一定會垮 這個一定會垮 甚至外資跟政府兩個人自己玩 玩到散戶都不玩了 看你們自己演戲好了 反正你看那量根本放不出來 預估今天全部成這樣只有七百五九 大家根本不追了 將來會不會引殺多發多 融資會不會再度面臨 短線強高的人再度斷頭呢 其實這個都是你必須去了解的 為什麼大盤要拉回 不是今天跟你講拉回 是前兩天拉回 前兩天昨天跌了四十多點 那今天又跌了五六十點 但是我必須誠實講 這個拉回是屬於自然現象 但是就怕溫水煮青蛙 越跌越深造成多殺多 這個你就必須去了解 那每一次的低點高點 我都會跟你講得很清楚 大盤拉回原因有三個 一個量價背離 再一次跟你解釋 這叫量價背離 房子越蓋越高 鋼金越來越少 這個當然會跌 只是看你有沒有耐心跟毅力 為什麼我們說這個地方 懸股非常重要 而且要調整機會又來了 為什麼跟你講這麼清楚 來第二個原因 為什麼台北股市跌 台北股市跌 因為鈍化 你看到這個階段 那個量價背離 指標維持在過熱超買區 就是不跌 就是金金漲 這個就叫做鈍化 這個叫鈍化 那鈍化的行情 它就告訴你 如果沒有經過適當的修正 這個行情不容易大漲 是金金漲 但是一旦反轉 它是很快速的 因為那會出現叫死亡交叉 好這個是鈍化的原因 拉回的原因 第二個原因 那第三個原因 為什麼台北股市會拉回 負背離 好 當指數在這個地方 不斷的過高的時候 可是我們看到MACD 相對強弱指標 在這個地方 平滑一同平行線 在這個地方有沒有 平滑一同平行線 在這個階段 都沒有過高 這個指標都沒有過高 樹狀底都沒有過高 不斷的背離 那它一定要進行 拉回修正 這個過去我都不斷 跟各位講說 其實很多人 你看融資昨天一天增加 這個所謂的十幾億 十三點八億 那是在創新高的時候 去增加的 有沒有 昨天大盤 是不是在高點的時候 去增加的 有沒有 然後在這地方去增加的 那事實上 為什麼散戶要到昨天去買呢 先前都不敢買呢 因為就是人性 我常跟你講 第一點一直跟各位講 這盤任何拉回 你都站在買房 都買買買買 然後到了這兩天 我是不是跟你講 機會又來了 調整機會又來了 你手中持股多人 你還找我做規劃調整 你在這邊要開始買一些 趨勢底部 剛剛開始往上的 我有沒有跟你講很清楚 然後接著 我一檔一檔跟你驗證 那大盤拉回有兩種 一個是快速就位 反轉再起 另外一種叫 溫水煮青蛙 它會慢性盤跌 那如果走溫水煮青蛙 你齒骨爆多人 就糟糕了 你融資去追腳 你融資去追買人 就糟糕了 將來你可能又要面臨 所謂追腳 或者面臨到 跌下來就又害怕 又要斷頭 又要殺人 你就會碰到這種情況 好 這個盤可以注意法人的動向 特別是外資 外資在這邊是控盤者 所以外資在旗艦貨同步做多 如果沒有鬆手 你就比較不擔心 但是如果一旦外資 就是油買轉賣 這盤的跌幅會加速 你要先了解 這會加速 好這到底是什麼樣的盤 我剛才講過了 從7203到所謂的8488點 這個叫A波的出聲段 A波出聲段走完之後 有個B波拉回 這是8488到8059 那這個8059到8575 這一波叫C波 好那接下來是走低波的拉回 好走低波的拉回 那低波拉回有兩個轉折點 一個是在這個地方 一個在這個地方 如果在這個地方還OK 它再上去比較OK 如果到這個地方 它的修正 將近有400點300點 那個就跑不掉了 但是我們不預設是哪一個 因為只要跟著符號趨勢走 就OK了 但這個階段旋骨很重要 因為未來還有一個一波 這個一波的滿足點 正好是黃金分割率0.618的位置 也正好是半年線都在這個位置 所以它波段滿足點是在那 但是這一波的拉回 你還是要學會如何的避開 如果走個100點200點拉回 那OK啊 如果走個4500點 漲個1500點 就算回過500點 300400點 這都很正常 可是你一定又會受傷 所以為什麼在這階段 不斷的清楚的告訴各位 如何的勝選股票 來禮拜四禮拜五 跟你公開介紹的 今天創新高 那我也講過了 接下來是鎖定這一檔 請你一個一個 腳步的跟我們來 過去我們在講說 這些低檔的股票起漲 都有原因的 比如說我們講證據給你看 講基本面給你看 甚至講說 它為什麼會漲的 一個技術面給你看 我們都把這樣的一個例子 不斷的舉給各位看 然後這觀念一直告訴大家 你要懂得選股不選四 指數過高 量價背離 頓化外資做多 並不排除直接做快速拉回的動作 各位我在前兩天 就跟你講得很清楚了 然後呢 那這一次的拉回 是溫水煮青蛙 還是一次就定位就馬上走 是快速的拉回整理完 還是延長整理大幅的修正 那這個只是起點而已 你不要預設任何立場 就像過去前一個階段 在9月20號的時候 我記得我到全省投資講座 那個時候我也看到 8488的那波要做拉回 六天跌了429點 只有六天就跌了429點 當時我跟大家講什麼 當時還沒有什麼千星工廠停工 還什麼上市公司還能停工 這麼壞的狀況 那我跟大家講什麼 我說我取一個名詞 那時候我講說大災難來臨 你要把握浴火重生 這波拉回 所以慎選好的股票去修正調整 同時不會做人先選的避開 各位第一檔股票在這個地方 物聯網的色頻晶片 當時指數回檔429點 它逆勢從40塊9毛漲到47塊 這第一檔 第二檔股票有沒有跟你講 量先價行的觀念 有沒有跟各位講很清楚 量先價行的觀念 量先價行的觀念 這一定會過高 從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我們是不是到55這地方全數獲利出場 47塊開始跟你介紹 到第三檔股票 昨天創新高 平新高 今天還有見新高 有沒有 在這地方 有沒有 是不是跟你講得很清楚 這些所謂趨勢的股票 有沒有你看 今天再創新高 當時介紹在這 今天在這 再創新高 有沒有跟你講得很清楚 一檔一檔來喔 然後接下來呢 有沒有 再跟你講 這一檔是我們來回區間 一直操作的股票 做了三趟 然後這個是今天噴出大漲的股票 然後接下來呢 繼這一檔股票之後呢 我們接下來要做什麼股票 我們都一檔一檔 規規矩矩的跟大家講 這一檔股票完之後呢 就開始要鎖定這一檔 各位我沒有預設過任何立場 我把每一個階段行情 該怎麼樣做就怎麼做 甚至在過去上個禮拜 我一直跟你講十三五計畫 十三五這個題材的概念股 當時包含了這裡面 包含了像機器人 電動裝 然後充電裝 然後電動車 二代化的新能源 特別是在大數據 物聯網 電子商務 雲安計算這一塊 這一塊 我一直跟你講 是不是大家後面講 很多股票從過去一直漲 漲到這禮拜開會就開始休息了 然後接著我說 把這一塊結合1111的光棍結 有沒有 這一塊結合1111的光棍結的相關概念股 是不是我就開始跟你講 11今天漲的幾乎都這個 所以我為什麼每一個階段 都跟你講很清楚 台北股市如果你要成為贏家 環顧過去十六年的歷史經驗 你一定要記得 一定輸的人 持股滿檔 信用擴張 然後道聽途說的去做股票 看到利多消息做 一種不助動基本面 能夠賺錢的人 只有一種嚴格控制檔數 做好規劃跟整理 這是我過去這十六年來 看到永遠不變的事情 為什麼台北股市 在這一波低檔 就開始告訴你 一路買一路買一路買一路操作 到了這兩天高點 告訴你盤勢要拉回 我們沒有預設任何立場 而且我們講得非常清楚 為什麼頓化 腹背離 這個地方會做拉回 然後拉回 現在在走什麼 什麼樣的一個格局 問題細微波四周五波 那這是第四波的拉回 第四波拉回兩種 一種快速拉回 一個溫水煮青蛙 會跌得很久 然後會跌得很長 那你如何選擇避開 我想台北股市 接下來你要成為最大贏家 就記取16年的一個歷史經驗跟教訓 一定輸的人 信用擴張 追高殺低 持股滿檔 這個是一定輸的人 道聽途說去買股票 不助動基本面 那個一定贏的人 會贏的人 不要說一定贏的人 會贏的人 一定做好的資金風險的控管 檔數的管理 資金的規劃 一定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接下來 還是很清楚的跟大家講 從所謂的一個 台北股市從這個階段當中 講得非常清楚 大盤整個的規劃 是非常非常的清楚乾淨 從整個7203 這是A波 這B波 這C波 目前正在進行D波的震盪 那你如果想成為贏家 你應該做好調整規劃動作 想要跟著我們從事專業操作的人 想要持股整段換股操作的人 把握節目中廣告知情專線 更重要的是 想要提前規劃 提前布局 提彩股的人 歡迎利用今天節目中廣告知情專線 我們全面開放 好好把握這個賺錢智慧 把這個機會 把這個賺錢的機會 帶回去 祝福你操作這裡 您信賴的好夥伴 我們的專業幫您掌握市場脈動 我們的自信幫您創造傲人績效 固德投顧 用心照顧您的財富 期貨股票雙振兆 旗鼓雙贏一把兆 固德投顧就是 GOOD 是GOOD 02-257角 1155 257角 1155 1155 1155 5 旅 impatient 是GOOD Yamaki 2155 1155 1155 2151 2155 哇 這裡有一個好聽的歌 江飛好賣啊 懷念的江飛 錯過就沒了 趕快來家裡放 以後想要聽江飛唱歌 隨時都聽得到 也隨時都看得到 全圖15片CD 兩片DVD 總共251收 一千280塊 金卡電話 看北港湖 二英五七 二英五